海關拘捕一名34歲藥店男職員 涉嫌使用誤導性遺漏的不良營銷手法 計價單位由兩變前 向內地遊客銷售中藥材 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海關星期二接獲一名內地男遊客的舉報 只在旺角一間藥店 選購藥油和中成藥期間 被職員推銷東松草 聲稱只需購買1680元的中藥材 就可以將之前選購的貨品傳單免費 據知東松草的價錢標示正正是1680元 但就沒有顯示計價單位 當事主向職員了解的時候 對方就知不已對迴避問題 而當事主答應購買之後 職員立即將東松草磨粉 之後才告訴他用錢來做計價 要購買夠一兩 才可以將之前選購的貨品傳單免費 事主和職員理論都沒有用 最後要逼給16800元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